好 洪醫師怎麼看 我想要回應的是說剛剛大家覺得說 我們現在的防疫政策似乎沒有像以前的那麼緊 就大家一直覺得說一定要更緊更緊更緊 但是實際上我們必須還是要面對現實 因為其實這幾不管是經濟面的這個問題來講 大家已經談很多股票的問題了 就我們醫療面來講 現在我們會發現說民眾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我們觀察到的是一些慢性病患他們已經不去大醫院了 都分流到社區來這是好事啦 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本來應該要規則追蹤的這些病人 他們開始就去斷掉那個定期追蹤的這些回診的事情 那甚至有些民眾那個家屬因為擔心小孩子打針之後 發疫苗注射完會有發燒的問題 因此這個疫苗注射也有一些部分的疑慮而中斷 甚至有更多這個身心科的出現了一些焦慮症的患者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疫情殺到現在 其實我們的病案沒有那麼多 但是我們的焦慮感一直很高 那又現在碰到228這一群連假回來的之後 我們如果會抽檢視一下 我們發現說現在不像之前是開 之前是放假的階段 現在已經開學了 我們之前說一個學校如果兩個確診就要停課 可是現在看起來如果真的這樣子的話 我們會停課停不完 所以我在想我們政府似乎應該要開始改懸議帳 就是我們的這個防疫政策是不是要像之前一樣 防得那麼嚴 我相信政府其實有在改喔 因為之前我們武漢第一批包機回來的時候 大家都說那是木馬 因為裡面有一個確診病患大家很怕 可是後來發現好像 整機只有那一個確診 其他以為說是很危險的沒有 因為我們的超前部署 讓民眾已經有一個 我們的那個自我健康管理的那個習慣 現在大家都戴口罩大家都勤洗手了 所以我相信後面可能不會像之前破口那麼嚴重 但是我們要小心 假設說我們現在是超前部署 讓我們那個病患的增加起伏很慢 但是他還是會 他一定會走到那個高峰點 我們現在是把它拖到後面 會不會其他國家疫情都走完了之後 才輪到我們 這個是我們政府也要小心的一個地方